嗨,各位小猜神,我是宝可梦 今天都还好吗?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 有看到吗? 这就是将来银行在9月到12月 它的权益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们一开始会跟大家聊 就是9到12月的权益更新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 现在新开户可以拿到多少好康 最高250元要怎么取得 如果你是旧户 是不是还有活动可以参加呢? 其实我们有准备 本团如果满4000人 大家的积分就会有50翻倍到100 也非常欢迎你 但是赶快邀请大家一起来上车 邀请这边的亲友来上车 本团的好康就是只有 本团的成员才能享有 将来银行最新的权益公告 第一个,将来银行优惠大赏 优利赏 最主要就是存款的部分 大家最在乎 从9月1号起到12月31号 它的优惠呢 6万块以内享有3.1%的高利活存 一样都是有的 有兴趣可以扫我们画面上方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一下它的官方的公告 那这边整理出来的 就是刚刚所跟大家说明的 这个活动呢完全没有任何陷阱 把钱放到将来银行的主账户里面去放着就有了 也提醒大家因为之前有一些恩贝券的活动 然后很多人都是以为说我要把钱放到口袋账户里面去 但是呢你放到口袋账户里面去只有0.3%的活储 跟这个3.1%差很多 所以请大家就是帮忙做一件事情 就是开完户之后呢把钱放到主账户就好了 你从9月1号到12月31号你存好存款 存款4个月 你可以得到的是这个6万乘以3.1 然后乘以365分之121 就是616.6元 就是大概是617 那它的利息怎么给呢 我帮大家就是已经做好这个整理了 从9月1号到9月20号会有一梯 那之前8月21号到8月31 这一梯也会在9月21号就是一起就是入账 所以平均一个月如果是存30天 可以拿到153元 如果一个月是大月可以存31天 你可以拿到158元 那之前也有粉丝朋友就是有来问我说 为什么宝可梦可以拿到198块的利息 你看这边 那很明显嘛 你看我上面就知道了 我放了10万块钱 所以超过6万块钱的部分呢 其实你还是可以拿到1.3%的高利活储 所以存越多 近近利的利息就越多 这是无庸置疑的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超过6万块钱的存款 是不是有大于1.3%的高利活储的账户选择呢 答案是有的 就是我这边画面上列出来的有三个 比如说这个很可爱的中信买位数位账户 你可以开户 然后存5万块钱 他从7月1号到9月30号 这三个月里面开户的人 都可以享有开户成功起的起算90天内 通通都有这个3% 所以你可以就是在9月30号最后一天开户 一样也可以就是存90天 那第二个呢 是这个Richard Richard数位账户的话 如果你是新开户的朋友 从这个7月1号起 就是6月初到7月开始 只要新开户的人存款30万以内 都可以2.725%的高利活储 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赶快开户存钱了 这活动到年底 到明年的1月2号就结束了 那第三个是星光银行的OU数位账户 那你只要完成任务 就是20万元以内可以享有2.025%的高利活储 有兴趣的也可以欢迎你就是扫码开户 这样刷卡 这个刷卡一定要特别跟大家分享 因为将来银行的将将卡刷卡真的很好用 像我现在就是每个月5000块以内 都是无脑刷这一张 那为什么是5000这个数字呢 我来解释给你听 兴趣你可以一边听我们的影片 一边扫这个QR Code 来看一下它的官方公告 活动期间是9月1号到12月31号 那它的5%回归怎么算呢 就是无上限1% 然后呢每个月有上限4% 这个活动期间是日历月为主 就是从1月1号到1月31号 或者是9月1号到9月30号 这样子算是一整个月份 那5%的话就是基本1%再加上指定4% 所以200除以4% 你算出来答案就是5000 所以你等于是每个月刷5000都有5% 超过的部分就只剩下1% 所以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的 那也提醒大家 因为很多很多有来问我说 为什么我这个月底刷的都拿不到5% 建议大家如果未免节外升值 请你就是在月初到月中 大概是每个月的前三个礼拜刷卡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在最后几天刷卡 那你可能这个点数就会计算上有问题了 到底刷什么通路有回馈 这之前都有跟大家介绍过 像网购啊 猫猫PC用雅虎东森虾皮通通都有 百货公司也有 看电影 然后旅行社饭店 度假村都有 那甚至你绑定在LivePay 拍钱包 中油Pay Friday 理财家 都有回馈 那我自己的部分 我自己测试出来是 在投资上面是有回馈的 比如说 eToro跟IG交易通通都有 IG交易之前有做过影片 跟大家介绍过 其实都有 这个1%基本的无上限有 然后还有4%的加码 它的这个刷卡交易 通通都会显现就是 有回馈 所以这个就是提供给你参考 不论是刷eToro 或者是刷IG.com 都是有的 这个代扣角账单10%回馈 其实是我们之前上一档活动 延续下来的 所以你有兴趣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公告 一样是从6月1号到10月31号 然后你有做这个代扣角 中华电信费 室内电话费 台北行动电话费 还那样费用 台湾电信公司的电费 台北自来水事业出 跟台湾自来水的水费 通通都是有回馈的 我自己的部分 就是代扣成功 你看一下 这个你参与 越缴越easy 账单最高10% 获得50恩典 我都有特别截图给你看 新开户 有没有什么好看 如果你是跟团的话 你可以拿到200恩典的新户利 我们很简单就是 这个一人一半 所以银行给我的 100恩典 我就给你一半 就是50积分 所以加起来就是250元 那我的50积分可以换什么呢 可以换小七 或者换某某红利金 等于是约当是现金 你就可以拿去使用 除此之外呢 本团也要来做一个救护活动 将来银行将将卡的真文比赛 我决定大撒币撒 至少8888点的积分来给大家 你都用加拿卡刷了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个卡片 所以我很认真的在各个通路不断的去刷 不论是百货公司看电影 还是去饭店去吃餐厅 我通通都刷这张卡片 然后5%就拿得很爽这样子 那你们呢 你们都是怎么去使用这张将来银行的加拿卡 不论是保定贷行动支付 去加油 或者是拿来做投资 都非常的欢迎你来 就是分享你的个人使用心得 所以这是我举办这个真文比赛的一个用意 如果你是志在参加的人 我们前500位就是人人有奖 每个人就送你100积分 100积分可以换小七100元 所以就是撒5万块出去 本团虽然说已经有接近3000人上车 可是会来参加活动的人其实不多 所以你有看到这个影片 然后你也愿意分享你的使用心得经验的 请你就是务必要来参加入围奖 我会从就是所有来投稿的人呢 挑选出20组写得很好的 我再加码送你100 所以你最高可以拿到200积分 最后呢会选出前三名 第三名呢我再加码300 所以你最多可以拿到100 100 300 所以最高就是500 那你可以选择包括万奇积分 或是LINE礼物的这个奖品二则一 第二名的话呢 是500 所以等于是前面有100 100再加500 就是可以拿到700 第一名这个是很难得的 我们就会送最高8888的积分 这8888积分呢 你就可以在LINE礼物里面去选择你要的商品 买比如说加入服的吉祥券 可以有88888元 就是可以换个8000块 这就很爽了 可以拿去买东西 或者你要累计我的积分 然后晋级成为就是进阶班的会员 这也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大团的揪团加码 因为本团目前已经是接近3000人了 那我取下一个愿望 就是如果在9月30号以前 本团上车的人4000人 人人都翻一倍 就是你原本只有57分的 就翻一倍变100 就是银行给我多少 我就给你多少 那如果你是月后办成员的话呢 就是100加100就变200 那如果你是金属办成员 就是200翻一倍就变多少 400 就是多一个人来上车就是亏钱的意思 所以截至8月30号其实本团已经2847人上车了 很快就会破3000人了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这个老店就老家 阿爸就阿妈 大家一起来开火 最后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结论啦 那网友 网络上网友他们有讲一句话很可爱 叫做将来是我大哥啦 大哥就是照我的 所以这很不错 将来银行其实从3月27号开议以来 其实这半年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在撒回馈 不论是高利火厨有最高3.1% 或是刷卡有这个5% 都是我们大家很喜欢使用的一个产品 甚至戴扣脚也有10% 真的是不错不错 也欢迎你就是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来这个开户使用 有没有跟团就算了 但是呢 你如果把好东西分享给他们 他们也可以一起赚回馈 其实也蛮不错的啊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就是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然后让他们一起来学习透过数位账户来这个省钱的奥秘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